2019年可以说是中国动画领域的一个最大突破 前世创造了票房之最的《勒扎》 其次更是上映了有生之年的《罗小黑战绩》 如果你还在对动画有误解 认为这些小孩子才看得幼稚万一 不妨听听我给你讲讲《罗小黑》到底说了什么 在一个妖精与人类共存的世界 人类世界日益壮大发展以后 世界上给妖精生存的森林越来越少 后来绝大部分的妖精们都生活在妖灵会馆里 那算是妖精们最后的家乐 日常生活中妖精大多数都装扮成人类 生活工作之类的并无恶意 为了维持人类与妖精的平衡 出现了执行者这类能力抽群的人或者妖精 执行者维护着人类与妖精的友好关系 虽然绝大部分妖精都适应了与人类生活 但是不乏一部分妖精始终对人类排斥怨恨 有一天《罗小黑》组的森林被人类给破坏掉了 于是《罗小黑》离开的森林要去找新的家园 慢慢的它就让到了人类城市当中 一场危机正悄然接近着处于幼恋期的《猫妖小黑》 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灵制空间 是储存灵的地方是一些生命和能力的基础 在自己的灵制空间自己就是神 可以操控进入自己灵制空间的任何东西 小黑拥有可以释放领域的空间系能力 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能力 而且小黑的领域可以外放灵制空间 也就意味着在这个外放了灵制空间的所到之处 小黑就是这空间里的神可以无所不能 幼小的小黑并不清楚自己所具备的能力 但是墨西妖精风希已经盯上了小黑的这个能力 风希的家园被人类夺走后 一直对人类生无通绝 他集结着一些伙伴想拉拢小黑 一起重建妖精世界 所以为了拉拢小黑 风希派出了几个被控制的人类去攻击小黑 然后风希顺理成章的英雄旧美 把小黑带回了自己的住所 那是一处被人类遗忘的森林 一直流浪的小黑第一次感受到同类给的温暖 在那小黑还认识了虚怀 洛族和天虎 他们一起吃了好吃的晚饭 都对小黑十分的温暖 风希还给他准备了束缚的小窝 把小黑给幸福坏了 然后第二天一早 号称最强的执行者无限就找到了这里 无限一直在寻找风希 因为风希总是在人类世界搞破坏 妖灵会馆的管理者 也一直都知道风希对人类的怨恨 为了秩序良好 无限要把他抓回会馆做思想教育 风希一直以来都不明白妖灵会馆的存在 明明都是妖精 竟然愿意在人类世界里狗活 所以他一直都拒绝被会馆管教 这次风希自然不会乖乖跟无限走 风希和同伴与无限打打出手 可是完全不是无限的对手 最终风希他们逃走 小黑却被落在了那里 无限以为小黑也是风希的同伙 就想着把他也抓回会馆 最后森林的传送门已经被风希给毁掉了 无限也出不去这个地方 于是他便绑了小黑打算从海面上出去 小黑十分敌视无限 但是不论他怎么攻击无限都没有用 无限总是轻而易举的就把他给绑了 无限一点都不担心小黑会逃走 小黑被绑在足阀上时 咬牙结齿地愣着无限 无限没说什么而是给他松绑 重过自由的小黑着急地跳进了海里 结果不为游泳差点被咽死时 又被无限拿回到了足阀上 到了晚上 小黑和无限碰上了大风浪 在小黑要被漩涡催入海中的时候 小黑无意识地释放了领域 把整个足阀都冻造在一个空间里 不受外界感到 无限很惊讶 今天有人跟他一样会使用空间系的能力 于是 无限把小黑带到了自己的灵质空间 他查了一下小黑的玉灵系 小黑跟他一样是金系 而且无限发现自己抓错轮了 便打算教小黑怎样控制能力 以做补偿 小黑本来傲娇拒绝 但是后来想想也没啥坏处 而就学会了也许就能逃走了 所以就向无限求教了 两人在海上航行了很久 小黑每天努力地感受金术 之后学会了简单的能力 又过了很多天 无限、小黑终于上岸了 等到岸上无限友好的请小黑吃了一顿饭 结果吃完发现钱不够 手机进水 于是两人只要吃了霸王餐 本来无限答应让小黑离开的 可是一听小黑要去找风希就不给他走了 因为他担心小黑被风希 带着物入歧途 无限要绑着他回会馆 无限说以后再逃跑都需要接受惩罚 晚上无限烤鸟肉的时候 小黑幻想着会到风希他们的身边 正开心时却看到了无限 所以便一点失望 无限问他为什么对自己有敌意 小黑说 风希给他吃、给他住 无限说 他也有给吃的呀 难道无限烤了鸟肉 太懒吃了 无限却觉得吃鸟的问题 之后的每天小黑总是寻击会逃跑 但是刚抬叫就被抓回去了 这期间小黑也有在练习 驾驭金属去偷袭无限 连看逃跑不行 小黑开始玩躲猫猫 结果躲进下水道 一身臭 还被无限嫌弃 这时会管的其他执行者找到了无限 来跟他打招呼 他们一看见小黑跟无限一样是金属系和空间系 就明白那几百年不收图的无限 这是享受小黑为徒了 但是无限傲娇却又不肯承认 小黑是他的徒弟 为了带小黑走走 让他了解一下人类世界 无限故意不飞行 并且慢吞吞地前进 最近这里大多数都是不喜欢人类的 都喜欢远离人类 而也有很喜欢人类兴起发明的人 无限邀请小黑去会馆看看 不喜欢再走也不吃 第二天无限的朋友们离开前 无限找他们要了点钱 然后带着小黑去吃饭了 吃饭的时候 无限顺便帮警察制服了抢劫犯 还用钱买了辆车 但可惜只是一辆电动车 之后无限带的小黑是个宾馆 睡觉前无限跟小黑说 以后肯定会很强大 希望他不要做坏事 经历了这么多事 小黑终于不再把无限当坏人了 而且在无限带着他走过的路上 他接触了很多人类 似乎人类也不像他所想的那么坏 而这边看似美好 风溪那边却已经利用夺能 夺走精灵化火的能力 执行者诺水他们查出的是风溪所谓 夺能力是整个世界的打击 这个事态已经开始变得严重起来 如果只是高高破坏那还好说 不知情的无限带着小黑 去了个叫龙游的城市 这座城市有500多个妖精住在会馆里 他们都选择自己喜欢的身份 藏匿在人群中侵入城市 很快就有个小花妖 特意来跟无限打招呼 他也是无限捡回会馆的 然后无限带着小黑坐地铁 结果遇到两个妖精 一个寸头一个黄毛 黄毛控制了人类 然后趁机把小黑给传送走了 他们想坐地铁 把小黑给带走 无限拿通石头疯狂追逐 然后尔尊都打了起来 寸头想要破坏地铁 幸好有小黑控制金属保护的地铁的人类 可是便身后的他却让人类瑟瑟发抖 似乎人类和妖精和鞋的传闻也并不可靠 男人在无限要带小黑离开时 有个小女孩却特别真诚地对小黑说了句 谢谢 这句谢谢 让小黑彻底对人类的误解 也一笑云散 他的迷茫也总算有了一个答案 无限划小黑做得很好 这时 风希团带着落足他们来了 风希变强了 夺走了小黑 这时无限才明白 风希一开始的目标 就是小黑 他想夺走小黑领域的能力 普通的能力被夺走 还能通过修炼找回来 但是领域是空间系的能力 一旦被夺走 小黑就会出事 邀灵会馆的馆帐也来了 他下定全城封锁 全员出动 最终风希 并且向总管求助 小黑回到了风希的身边 风希告诉他 这座城市本来是他的家乡 是一座充满灵力的森林 曾经这里诞生了很多精灵 那时这里就像天堂一样 后来人类来了 人类砍伐树木 也融入了这片森林之中 那时风希并不讨厌人类 还觉得他们很有趣 而且人类很脆弱 对腰也心存敬畏 可后来人类迅速的进化了 让很多精灵离开了这里 但是风希更想人类离开 于是就开始搞破坏 结果会馆介入 赶走了风希 风希觉得会馆 维持和人类的平衡很可笑 所有风希对小黑之言 需要小黑的帮助 小黑的领域是可以外放 凝置空间 所到之处都会成为小黑的世界 这样就可以赶走冷泪 可是小黑不想这么做 于是生气的风希 就直接夺走了小黑的能力领域 连带小黑的灵智空间也被夺走了 落足在一旁想阻止 也阻止不了 小黑变成了白发 昏迷过去了 无限他们赶到后 馆长说必须夺回领域 才能救回小黑 风希的同伙带着风希的气息 头向四面八方 来转移追踪者的注意力 而风希则夺起还在努力 完成领域的构建 风希终于稳定了领域 这时无限却赶来了 他奋斗无比的质问风希 如果小黑死了 你还敢说是为了妖精吗 风希打不过无限 于是他扩大了领域 领域的空间不断变大 所有人类都在紧急逃离 但是速度不够快 这时总管来了 总管人人瞬间把所有人类转移了 这下子无限一无反顾了 闯进了风希的凝置空间 那就意味着他会被风希的意志所控制 在这里风希就是绝对的神 无限在挑战神的权威 无限努力地和风希对抗的时候 想要躲回小黑的领域 大家以为小黑救不回来了 但是小黑是罕见地 拥有两个凝置空间的萌摇 小黑的一个凝置空间 虽然被风希夺走了 但是小黑切完了 另一个凝置空间后 他又醒 小黑一醒就去帮无限一起对抗风希 小黑和无限联手对抗风希 无限引导小黑控制好 这个被风希夺走的凝置空间 虽然被夺走 但却还能够进行协计控制 最终 小黑在危机关头成功地控制了 自己的凝置空间 他把风希控制得动弹不得 然后小黑瓦解了领域 领域一旦瓦解 小黑就永久地失去了领域 这个能力 风波结束了 风希依旧拒绝跟人类共存 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机会 重建甲园了 于是 他把自己变成了无数的参天大树 想要永远地住住在这个 曾经的甲园里 也想给妖精们 多一片气息的环境 之后 风希带着小黑去了美丽的妖灵会馆 一旦会馆 无限就要和小黑分别了 因为他是人类 而且又太强 会怪有人 看他不爽 所以不进去了 小黑看着要离开的无限 回想起相处的种种美好时光 他终于哭着大喊了一声 师傅 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吗 无限开心地回答 可以 于是变态的小黑 一起流浪去了 小黑叫出师傅的那一幕 有多少人被感动到 风希愿意牺牲自我 化身思泥 有多少人感到悲伤 多小黑这个细节最尴尬的 是被很多人拿来跟儿渣 做比较 因为差不多时间上映 加上因为儿渣 让很多人对动画电影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罗小黑也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 确当他一直需要被人跟儿渣做比较 两个动画的风格 以及主旨都不相同 很多人认为 这只是一个探讨性嫩成长的主题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故事前奏还相对拖沓 但罗小黑这个当年 只有三个人创作的IP 在豆瓣评分 获得9.6的高分 被很多人打上 有声之连的传奇动画 他的高度就注定不一般 儿渣的父子亲身 以及故事剧情 都做得非常完美 罗小黑则好像怕观众看穿能无感情 而相对克制 无限对小黑的情感 小黑对风吸的情感 都表达得不够激烈 可是 就在你百思不得其解 这样的一部动画 为何 会被很多人给吹捧时 你看到的结尾 因然那一句 师父 顿时 让观众彻底爆发 再说出罗小黑和乐章对比的不足 一个二维动画 去跟三文动画做比较 就好比你让三岁小孩 去讲些人生故事 除非他没喝过孟婆汤 还记得前生 不然要如何去跟一个18岁的大人 比人生谁更精彩呢 三维动画的特效注定更炫目 这让一些不在乎剧情的人 就已经给罗小黑打上了地分 罗小黑给观众的感觉 更多的 收缓缓流淌在心里 而且故事的主题 也不是那么简单 随意 在罗小黑的世界里 根本就不存在对错 就例如妖精 如何跟人类共存 他不会给出解决方法 也不会灌缩思想 他只是在讨论 看完后 你就会先用思考 这就是这个动画的魔力 而乐章在你看完后 出会有种特别激动的情绪 并不是说他不好 而是罗小黑会更特别 所以至于两个动画 谁降谁落 为什么要去比呢 评分票方都不是绝对的因素 强落 在你去问的时候 其实心中已经有了模糊的答案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作品 坚持自己就行 不要攻击 也别伤害 国漫爵器 从来就不是只靠一部动画 所以距离小黑播出 已经过去一年了 如果没有看过这部动画的小伙伴 不妨可以在闲下的时间 去观看一遍 单片 也可以去刷一刷 或者少年 也有名的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么点赞给我视频点赞评论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